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报价是25980点左右 比特币价格是继续在1万美金以上徘徊 目前是10800美金 黄金价格依旧是站在1500美金上方 目前是1515美金 二元兑美元在0.67到0.68之间附近徘徊 除了昨天的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之外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行业 在股市里面最近是表现得非常不错 是消费行业 那么消费行业在过去的5到10年里面 一直是经久不衰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 美国的消费行业里面 属于这个麦当劳和耐克公司 是我们比较一直长期看好的 那么这两家公司也是在过去30年40年的时间里面 持续上涨 涨幅高达400倍500倍 所以消费行业 其实只要公司本身能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比方说在A国家 它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那么过几年又在B的国家去继续经营销售 做这个消费类的产业 那么之后呢 它的客户群体基数会越来越庞大 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 对该个产品 该公司的产品的消费 或者是购买力就会持续的增加 那么整体的客户基数大了 所以呢它的销售额和利润率相应的也就会提高 那么在品牌到最后呢 就开始做一定的这个品牌管理 而不是更多的做这种工厂型的 那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小米公司 在香港上市 那么GoMess之后呢 也会给大家上线香港的港股和美国的美股 港股的里面的小米呢 很简单 它现在在做的是什么类型的业务呢 主要是做一个资产整合 轻 我们叫轻工业 那么 相比于传统的手机制造业来讲 那那些手机制造业大部分都是重工业 比方说三星 比方说这个苹果 它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工厂 和大批量的这个制造 制造行业的一些设备 但是呢 对于小米来讲 我们看到小米现在生产出心理箱 甚至连枕头都生产出来了 那么它所做的呢 更多的是在国内呢 做一个线下的资源整合 把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公司 优质的水平的公司呢 整合在一起 加上小米的一个品牌形象 做一些设计 在线上做推广 因此呢 小米公司从线下到线上 它整体的从成本运营 包括销售 包括制造 那么整个产业链来讲 小米所投入的资产和资本资金 都是非常少的 更多的呢 都是利用现有的资源 所以呢 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讲 未来呢 在经济或者金融 比较动断的时代呢 它的这个失败率 或者说是负债率 就会相对的比较低 现金呢 就会比较充足 能够轻易的 或者是更加有把握 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风暴 那么除了这个消费行业以外 我们看到的是 还有一个科技行业 在最近呢 也是表现的上窜瞎跳 美国方面的这个世界首富贝索斯呢 亚马逊的老大 那么在套现了28亿美元之后 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有可能很多人认为 科技行业不太景气了 或者说科技行业 未来的增长潜力下降了 因此呢 这些大佬们纷纷套现 自己家公司的股票 28亿美元啊 直接是在一个月的时间 上个月7月份 一个星期内全部套现 那么除此之外呢 扎克伯格Facebook的老大 带领高管团队 在近期呢 也是纷纷套现 套现金额超过一个亿美元 所以呢 给市场传递了一个科技股 相对比较脆弱 未来的增长乏力的一个信号 但是事实上 我们知道的 在澳洲过去呢 Blackmore的这个老板呢 股东 在股价20多块钱 40多块钱 60多块钱的时候 纷纷套现 但是呢 结果Blackmore的股价 最高涨到200多澳币 所以呢 股东套现 并不一定 代表公司本身呢 会走一个下坡路 有的时候呢 像Blackmore的股东 他的套现理由很简单 就是为了改善生活 就是为了去买一条游艇 所以呢 我们要看 现象背后的一个本质 到底是行业的问题 还是公司的问题 还是股东个人的问题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人物 叫做李嘉诚 也是香港方面 首富的级别的人物 那么他呢 在最近完成了 对英国的大笔收购 价值呢 是430亿港币 我们知道 2017年 18年呢 李嘉诚 纷纷 他的这个团队 纷纷撤出 包括中国大陆 和香港地区的 这个楼市 包括卖出了 很多的商业地产 把资金套现之后呢 大量投到了英国 我们看一下 他投到了英国的 哪些行业 其中呢 有香水腰店 这种线下连锁店 那么澳洲呢 也是有这样的公司 比方说API 剩下的资金 投到了这个英国的 电信行业 当然了 澳洲肯定也是有 电信行业 包括Testron Waterfall呢 其实在英国 也是有分布的 除此之外 还有铁路 水运 水务 公司 燃气公司 电力公司 甚至是港口 这些公司都是什么特性呢 都是和民生息息相关 就是说 不管经济再怎么差 大家再怎么穷 这些行业是大家必须要使用的 必须要用的 所以呢 在长期来讲的话 李嘉诚呢 抛弃了这个地产 或者是商业地产类的高风险的 重资产的行业 转为先进流比较稳定的 民生级别的消费类的行业板块 因此呢 我们自己虽然是没有办法获得李嘉诚那样高级的 投资顾问的团队 但是呢我们可以跟着大佬们的步伐 慢慢去调整自己的中长期的投资策略 因此呢 未来消费行业和板块 比重资产行业的板块 必然呢 我认为是有大概率的一个较不错的机会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